就開始唸了 不但孔雲達有這論點 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者更進一步的看法 前文曾針引趙芳的看法 王字並不是孔秋的特比 陸燦也針引經文 認為今世所傳古契物名 往往有稱王樂者 如周仲稱富鼎 明則王五月 富極鼎 明則王九月 與鬼明則王十月 是周之時 凡月皆稱王 不讀正月也 生中明曰 為正月王春即日 又曰為王甲中春即月 是三代之時皆然 亦不讀周矣 以為立法創至才至聖心者 這個聖呢 也就是孔秋 代未考於此也 儀器明文 彪年月時 有王子 在現今傳世古契物中 可以得到證明 而且這王字有不同意義 如槍伯敦雲 為王九年九月甲營 王命空一字 公爭梅敖雲雲雲 陸伯東敦雲 為王正月 曾在庚營 王若曰 陸伯東 謠字缺祖 考有牢於周邦雲雲雲 這種王字 是指周王 即周王所頒立法之年月 絕不是如公陽傳所云 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同意 屬於中明雲 為王五月 曾在霧營 施於之陀雲雲雲 其子重強薄 為王五月初級丁亥雲雲 也是表明其用周曆 至於楚王雄章中明之日 為王五有六四 此王乃楚慧王自稱 七億戰國時期 楚王君中明雲 為王正月初級丁亥 楚王君自作臨終明雲 楚王君即楚藤王 文元年春秋 楚世子商臣 是其君君可政 則春秋時 楚所著七五 明文之王 是楚王自稱 楚自用楚力 非周王之力 由此兩氣可以斷言 我而且懷疑 靖強 靖江鼎明之 為王九月以害之王 也不是周王 靖江乃江姓女 駕於靖國者 明有 物費文侯顯命 文侯就是靖文侯愁 周平王 東千得到他的大力之源 現存上書文侯之命 足以為政 靖用下政 不得稱王九月 則王九月之王 是指靖後 王國為 觀塘別吉補夷 由古諸侯稱王說 據槍伯敦 杜伯東 敦蓋等儀器為政 而不知楚之稱王 明見左傳 儀器中亦有之 近期亦有稱王的 足見光陽傳 所謂大一統之說 只是秦漢大一統後 想像之詞而已 好 這一次就先念到這裡了